欢迎大家来到百坑讲坛第126期 那么本期的百坑讲坛呢 从我所收到的通过初审的数量来看呢 好像数量不是很多啊 因为我跟郭美人强调 就是现在的话呢 百坑讲坛的观众的这个要求呢 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说呢 我秉着这个硬缺乌滥的这个要求啊 让郭美人就是 首先郭美人非常辛苦啊 从很多很多的视频里面找 找到一些比较能看的 那么这期的数量比较少的话呢 说明本期的这个投稿的质量不够 那么我也是呼吁一下 大家如果要是有存稿的话呢 可以多投一点 但是呢 郭美人肯定没有偷懒啊 他跟我说 他又看了很多很多啊 但是呢 这期的淘汰率比较高啊 所以说呢 这个数量就比较少 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呢 我会拿几把我自己最近打的 这个新四四的这个录像啊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也不另外做外传了啊 因为以前做外传是 本传已经很长了 我再把四四放在最后 那个大家看起来很累 对吧 想看四四的人还要拖到最后 很烦 那么这期比较短啊 所以说呢 身份局播完 播完之后呢 我直接会在尾巴上 接上那个几局四四的这个录像 如果对新四四啊 尤其是最近这个随机降吃的四四 感兴趣的观众呢 一定要看到最后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局 是一个主攻视角 这边一个草皮 这边其实过河拆桥 可以直接拆掉了 我觉得 刀呢反而要留在手里 就是 手牌不溢出的情况下 把刀留在手里 过河拆桥先打掉 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有流风在 你续报什么东西 都有可能被撸走 刀在这挂着 也很容易被人拆掉 就很心疼 这个王姬的位置比较危险啊 被反对夹杀了 后面还有两个反 看一下这个泰使词的身份吧 我觉得泰使词身份比较关键 因为有流风的逆 左姿也挑反了 泰使词 我才发现这边还有个初心啊 原来是初心的直播房间 有意思啊 这边泰使词是中 但是他的手牌特别少 破河拆桥 勒布斯鼠 手牌是用的一张都不剩了 那举收的手牌没有骚扰 举收的无中被开出来 特别可惜 应该是初心的一剑啊 应该是 完美剑影 草花了 还能剑 还能剑吗 剑不了了 应该是停了 留了张无蟹给主公 这手打的可以 把国泰翻掉 不是 这个说什么也轮不到这个人吧 你要翻流风 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我跟你们说 翻流风也是错的 这一定要翻国泰的 首先你不翻国泰 这装备就没了 两剑呢 其次这王金 你还让不让他活了 这四张牌的国泰 我的天哪 这怎么能去翻左磁呢 这怎么也不能翻左磁啊 王金死了 怎么打 还有刺用剑 刀 上来了一张酒 这被国泰拿了 那一身神装 这怎么玩 对吧 这 哪怕把流风翻掉 都能接受 这怎么能去翻个左磁呢 虽然这左磁有个闪电 对吧 那也是后面的事情 这边这个太子磁 他点实在是 其实有没有杀都没关系 只要摸到大点就行了 因为这边流风 有流风你知道吧 点实在太小 都是什么点 泰尔茨肯定要捞的 因为流风脑袋上 只要有腻 这太子磁就随时 有可能可以爆发的 这个没有关过顶 没空顶 这左磁 这左磁想多了 觉得一定能杀掉 所以没空顶 这也没办法 前面K拼K了 这也不能怪泰尔茨 对吧 现在点太小了 也不可能拼队友的 同样是一张牌 那宁可拼敌人 也不拼队友的 泰尔茨还是死了 这一次都没发动出来 这个特效 这个哆的特效 一次都没发动出来 真可惜 强行拆个 强行拆个桃 好吧 国泰中闪电死了 所以你说 怕什么左磁的闪电呢 对不对 还好这国泰被闪电批死了 否则 这国泰一手的神牌 哇 强收一个 那举手死了 可怜的初心 被反对 被反对虐死了 加击 收了半天 收的都是国泰的装备 这什么连弩我 可以啊 可以 能死吗 这个流风 这 打得不太对 就是 有勒不思索 所以说可以强开五股风灯 讲道理是这样的 那你就先开五股风灯了 你不要贴了乐再开五股风灯 你要么就索性不开五股风灯 这不太好杀这个草皮的 怎么还是出杀了呀 这流风 那左磁有淘旧流风 倒是可以 左磁要是没淘旧流风的话 这个真的很坑点 又来个联动 你没淘旧流风 你杀一刀 草皮就相当于草皮一秒钟 一秒钟变国家了 你知道吧 就流风 翻面的牌都被草皮拿了 哇 被连弩捅死了 哎呀太逗了 放下俗孽 围盗围先 然后这左磁就放下了俗孽 围盗围先去了 最后草皮靠两个神连弩赢了 这个中间其实 翻面就那么两次 对吧 这第一次翻那个 要么翻国泰 要么翻流风的 你真的不能翻左磁的 你怎么也得先把王姬保住 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呢 这个左磁这一刀杀杀的不好 左磁不出这张杀 就算曹丕火工把这个流风带走了 就算曹丕把流风带走了 他也说不到那个两张 两张那个翻面的牌 收不到那翻面的牌 我估计左磁应该是不会被 曹丕的连弩捅死的 因为我们看到前面 从那个流风收上来的牌上 是有杀的 对吧 那我觉得左磁只要活下来 基本上曹丕的那个 至少他的这个 翻面那个技能叫啥来着 放逐啊 至少那个放逐就没用了 是吧 下一句 选了个二章 特别有想法 这大桥不肯流离的 肯定是反贼 这流表怎么看都是个内建 哟 还能捡便宜这么开心啊 回来了 看到自己红桃了 一怒之下又理线了 这个内心活动非常的丰富 果然是个反贼 九杀 这个肯定要流离了 这个这个这个灯爱 如果定义刘表是内建的话 灯爱就是反贼 离剑 很厉害啊 这作词 离剑 当然这个是不如 不如貂蝉的 貂蝉是离剑加笔月的 偷几张 偷三张 诶 这什么偷法 这是内建是偷法吗 怎么把主攻的刀给偷了 还是说 他以为这个是 他以为这个是那个 真的像神曹操一样 可以把乐也偷了呀 对吧 你这公孙岩要是能把乐也偷了 你这神曹操还活不活了 对吧 以前一直有传闻说这个公孙岩 主动神曹操啊 我怎么看都觉得刘表是内建 说实话 因为在这种位置选公孙岩 嘲讽很高的 在这种位置选个公孙岩内建 嘲讽很高 挺难打的 这刘表一缩子子弹 全部给输出出去了 结果被反贼一人一个桃 交错人了 还是不知道 这公孙岩 公孙岩是内建的可能性也有的 反贼是没问题的 哦 这无限是队友的 可以 能出一张杀也蛮好了 这左词很难保得住这个话图 哦 关心 关心也没用 就算你给公孙岩两张闪 公孙岩也能偷牌 还真是两张闪 一偷两偷 哎呦 偷到杀了 再见 很刚啊 决斗 诶 诶 这决斗你给顺上香呀 诶 有桃不先吃 哎呦 我的妈呀 这是忠诚 但是个傻忠诚 这个决斗浪费掉了 这决斗浪费掉了 这 这个木马给的不对 你要么给闪 没闪的话 二张死定了 就给公孙岩了 因为这两个人有距离啊 这刘表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自首 对吧 这木马就浪费掉 给公孙岩的话 木马是能留下来的 好了 现在不好打 这孙长香跟公孙岩两个人打的都不对 我们主视角嘛 因为是个二张 对吧 你没牌丢过来 没装备能贴 那是这样的 是很废的 我虽然估计是中乐了 因为被关心了 这大桥强行不肯流离 这南蛮入侵要先开的呀 这南蛮入侵肯定先开的 因为你看你收到过拆了 对吧 收到过拆 然后收到南蛮了 本来压根就不需要出那张杀的 白出了一张杀 对吧 是不是白出了一张杀 应该是表哥内金啊 不过 看着看这个形式 大概率要赢 还有九 不错 公孙岩如果有杀可以强偷 偷了连弩 这应该偷手牌 拆连弩 别守剑呀 别守剑呀 这完了 这孙岩香真是守剑 这公孙岩手里一把明连弩 这个公孙岩打的也不对 他应该是偷邓爱的手 偷邓爱手牌 拆连弩 这样的话至少这回合不会死 孙岩香就更逗了 守剑成这个样子 这邓爱的剑一把有什么好设的 非要去设 现在刘表可以借助邓爱的力量 借助邓爱的力量 好了 三张顺着 千阳 桃都给顺掉了 这下难打了 这个总队反对孙岩香非常不利 因为刘表的状态这么好 反贼是没什么心情去搞内奸的 而刘表呢 可以一直杀邓爱 做出一副给邓爱囤田的样子 等到邓爱什么时候 真的没闪了 对吧 九杀什么的上去 因为刘表跟孙岩香单挑的话 还是刘表优一点 因为这孙岩香没装备的 这个没装备的孙岩香 没什么好怕的 一点都不可怕 甚至可以说 就是一条咸鱼 你看 表哥只要每回合杀一刀 孙岩香 杀一刀这个邓爱 邓爱自然会帮他去控主攻 这种主内反就非常舒服 孙岩香现在能干嘛呢 出杀了 杀 再出杀杀 再囤个田 哎呦 开心 你别说 就那一下 这邓爱别浪呀 对吧 你邓爱 你邓爱打空了 刘表一刀九杀上来 真把你给剁了 哎呦 花音刚落 就一刀九杀就上去了 哎 为什么把桃园丢了 我跟你说 跟孙岩香打牌 你只要回满血 然后自首找牌就行了 这每回合不自首 不自首吗 不是当白板打吗 要自首的 这不要贪输出 不要觉得说孙岩香快死了 我每回合就裸摸 那你裸摸打 你不是不如孙岩香吗 人家孙岩香有消息的 你有什么 好了 马又给人射了 你看不自首 闪都找不到 自首啊 那你这么打 这么打肯定刘表叔 这么打肯定是刘表叔 因为同样是 同样是摸两张牌 人家孙岩香有 人家孙岩香有消息的 你什么都没有 对吧 好了 最后这表哥 被孙岩香一刀刀砍死了 三个回合不自首 你三个回合 随便找一个回合自首 对吧 随便找一个回合自首 你找到闪吧 就赢了呀 你看有无限有刀 就是没闪 是不是傻 下一局 好 这边是一个顺侧 表哥其实机会特别好 邓安也是浪 也是浪死了 那个内奸 就内奸的无限可击 还需要你去跟他对病吗 就为了 怎么就为了打一张 就为了囤个铁 你那天被你打击了 你自己还三个铁在脑门 对吧 那肯定九杀掉你了呀 这边我们看到主视角很刚啊 黄中的九杀是 不会抢中的 他还是直接掉血了 非常刚啊 非常欣赏这样的玩家 前之位的反贼 特别牛逼啊 怎么这种反贼 什么普通赵云 一条咸鱼 看着都笑死了 这远为曹安内奸吧 这种位置 这种位置曹安忙下家鲁肃 结果鲁肃丈量双反 那曹安就是内奸 对吧 应该是内奸 一个万箭 送主公觉醒 那没问题 都是忠诚 这边这个黄中啊 这主视角 我真的很欣赏他 黄中的九杀 不是九杀 普通一刀过来 对吧 有闪的 那眉头都不皱一下 不闪 就是不闪 直接死个鲁肃 现在就怕黄中的强命 来逃了 可以 这个其实给元术好 当然了主公可能还不是完全信任这个元术 但你说这个曹安会是什么东西 哎呦 可以把他压到凉血的 不压 他把九放木马里呢 应该是怕被张辽偷 但其实呢 你要这样想 九被张辽偷根本就无所谓的 因为到了张辽那个位置再来偷你 就无所谓了 你现在 你现在九不放在外面 你没有办法在火攻的时候展示出来给队友看 队友的桃子就浪费掉了 我只能这么说 但是他把九放木马里呢 是有自己想法的 你不能说他错 这个元术记牌的 这火攻的鸣杀可以的 没找到桃子比较可惜 但是来了个乐也不错 来拿着红杀 看你乐谁了 但寻忧的 其实这无蟹可击打的有点浪费 因为看你乐谁了 寻忧的无蟹是要打的 不打不行 开桃源了 这个八牌对的 因为只能补一张 补一张就是被张辽偷啊 这个可以打成两血的 因为黄中 就算天过了也只有两张手牌 出一刀杀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发动猎弓了 没有办法发动那个强命的猎弓了 猎弓其实有三个效果 现在我只能说 不能发动那个强命的猎弓了 就像一开始那一刀一样 顺减一了 再顺狮子 再顺手牌 其实我觉得狮子没什么好顺的 应该两顺顺手牌 去决斗张辽才对 这寻忧突然不动了 这 突然不动了是什么鬼 一秒钟藏 一秒钟觉得这俩人都是内奸 藏不是内奸了 怎么办 看不懂了呀 这个位置打黄中就危险了 黄中现在手牌很多的 强行万箭齐发 现在黄中手牌那么多 主攻要被强杀了 怎么办 又信元术了 能杀掉吗 杀掉了就好 不杀掉的话要出大事了 裤挡里藏桃啊 回到满血了 那很稳了 赵云还离线了 哎呀 简直是 这时候曹昂跳内也迟了 不过他位置特别差 被反递夹击在中间 不过起手干掉鲁素之后呢 他应该开始杀元术了 鲁素死了之后 反递其实挺弱的 他杀元术的话 这把是有的打的 这南蛮如青打得太浪了 我觉得这种时候就 就 这个也只能打操啊 他这种就是 打进六人局的话 赵云竟然又回来了 哇 有危险啊 哎 这不能救寻优了呀 不会吃酒啥了吧 我靠连弩 元术还有桃没有 死了 哎呀 这他妈的 死得得有多惨啊 这个怎么说呢 寻优那个南蛮如青 开的就不太好 就你元术 就你元术 寻优 家 家 家 觉醒 孙策三个人 打什么 什么什么 曹昂 张辽 普通 赵云 这不是掉起来打吗 所以说 无脑开桃源 把局面稳住了 再说 木马马慢慢传 对吧 满血之后嘛 开始 其策无中 或者其策决斗 打嘛 就三个人合力打曹昂 把曹昂这个点先点破 对吧 然后 既然已经打成这样子了 赵云 开南蛮入侵 张辽都给收了的时候 元术就不能再救寻优了 这个时候要留桃救主公啊 因为张辽死了 张辽死了以后 寻优也死了 也就是二打二嘛 对吧 那主公只要是安全的 你元术只要是安全的 你怕什么 什么普通赵云 什么草昂嘛 你怕这种人吗 不怕的呀 是不是啊 不怕的呀 然后你既然这样了嘛 那 那那没办法 对吧 你拿桃救寻优了 你拿桃救寻优了 曹昂先求逃 曹昂肯定不会出桃的 只有曹昂最后一个出桃 曹昂才有可能出 他第一个出桃 你拿桃救寻优 他凭什么出吗 对吧 所以说最后输掉了 哎呀 这种就是 已经快要赢了的时候 你不去想怎么才能赢 你非要想 你非要去想 我要怎么样 如何漂亮的赢下这一场 这种想法不对的 我跟你们说了很多遍了 当你马上就要赢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自己怎么赢 你要去想自己怎么会输 然后呢 你去避免这种情况就对了 反正这种话题呢 只要三国杀一天还在运营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一万次 这种例子太多了 百坑讲 他每过个五六七 就会有这样一局 发到我这里来 有主视角赢的 也有主视角输的 这一局呢 跟主视角关系不是很大 主视角输有点躺输的味道 是他的两个忠臣啊 打的还是不够好 这一局是个内奸视角 这个忠摇跟陆军两个反 诶 等一下 这个忠摇是什么 这忠摇 这忠摇无脑 这忠摇是无脑那个啥的 无脑活 无脑佐定啊 傻吧 去无脑佐定 然后这个陆军就更逗了 忠摇跳了忠 他放着忠摇不砍去砍生策 你忠摇活着 你敢砍生策吗 你敢把生策往死里砍吗 还好这个佐姿把把那个节奏掰回来了 这边帮一下黄盖 黄盖大概率是中 但我们主视角是内 所以说我们主视角肯定不能信任黄盖的 还送吗 我觉得有 我觉得有问题啊 这种有黑桃 我跟你说 有黑桃的过河拆桥 他不先用 他不先去拆孙策的乐的 明显有问题 这个重要真的是无脑佐定 目前为止就没有他不佐定的 太逗了 但是马超有点惨 这重要给反队送了好几张牌了 这边因为陆逊手牌不够了 所以说可以挑衅 这个乐嘛也没法解 黄盖寒淘还挺多的 这边还有画图 好难打啊 反正有点各司其职的味道 不过呢 还是要看这个陆逊啊 还是要看这陆逊保不保手牌 这陆逊如果强行联营 不保自己手牌的话呢 他也就是半条咸鱼 因为陆逊的周围没有忠诚 这个马超不亏啊 吃了一张佐定牌 还把佐斯的牌拼光了 拆牌 拆牌 哎呦陶被拆了 这马超应该活不了了 炸响 火杀 哎呦疼啊 这救不出来了 我不是吧 这玩意儿屁啊 这我亲啊 无险可击 这过拆掉不先拆 哎呦呦真 这傻吧 你你你你你你是 我跟你说他下一步肯定拆这个佐斯的账八 你行不行 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拆了 别打脸啊 哎呀 别别别别打脸 别打脸 拆掉了 那假如他拆 假如他拆左瓷的帐巴 你们自己思考一下 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挑衅左瓷 拆黄盖的牌啊 为什么 左瓷前面是拿决斗的时候 拿帐巴去跟马超拼牌的 对吧 也就是左瓷一定没杀的 你过河拆桥 一定是拆左瓷刀的 那你为什么不挑衅拆左瓷刀 然后拆掉黄盖的手把 这样就不会被挑衅吃张杀了 对吧 现在四个反对在这里 你还敢掉血 怎么个掉法 我的天哪 你也是真敢 不过也没办法 只能这么打 你说这时候如果是四血的 是不是很有机会 我黄盖中兵了 是有机会的 这陆逊 这陆逊倒是挺有大聚观的 前面就是每个人都有 他的优点跟缺点 前面这个陆逊的那个缺点 就是他打的臭的地方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那这边 这边给黄盖这一张牌 挺细腻的 不错 那你还是大概率要死 真的 这黄盖一炸炸三张牌 出两杀 不死也残废了 先乐一下 拆 这拆俩黑桃 这乐没什么大用 什么 他把桃给吃了 然后托管了 托管了 我估计是被厂商的队友骂了 估计是被厂商队友骂了 说我也骂他 他妈的 怎么会不会让三国杀 他竟然吃桃了 那你说陆迅给你这张牌干嘛呢 那么你要吃桃 还不如陆迅 还不如给华佗牌呢 给你牌又不一定是桃 给华佗的牌都是桃 这能嫌疑成这个样子吗 我的天哪 那机会很大 那机会有了 就接下来找机会再送孙侧洗吧 虽然做内奸的也不太想孙侧洗 但是反对实在是太行 哇 这黄盖没红杀 什么 这黄盖 哎呀 我的天哪 好了好了好了 连着陆星一起去死了 这边 这边这个关心没关好啊 这狮子应该是想送给中瑶的 关心没关好 哎呀 那那那真的有机会 在这个黄盖的帮助之下 是有机会了啊 这边中瑶其实前面有机会 给那个孙侧打九杀的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如果是我 我是一定这么做的 因为你中瑶只要活着 孙侧可以阴魂中瑶 孙侧暂时死不了 而且还有个神经安一对吧 总归有 总归是好的 这边中瑶选择先把刀给吃了 这不对的 应该先把加一吃了 加一马是会被话筒拆的 免费拆 那个刀是黑桃的 不免费拆 这话筒竟然不拆 这加一马 你也被黄盖传染了 这这话筒竟然不拆 那个加一马 哎 你们这样子我很为难 你知道吧 主视角嘛 也很努力的 对吧 然后呢 观众就会说 他们全是反贼送的 他不敢挑衅啊 因为黄盖 因为话头有可能是张闪 有可能是张杀 他不敢挑衅 他横竖都不敢挑衅 胆子小 但是呢 他胆子小一点是可以的 因为反贼已经崩了 你知道吧 如果反贼 刚才依然很强壮 什么中瑶已经死了 孙策还没觉醒 那就不能胆子小 现在的情况是 忠尧活着 孙策醒了 反贼快崩盘了 那胆子小一点 就胆子小一点 毕竟是内奸 不是忠诚 所以说主视角 这位置打的没错 结果还 还吃了孙策一拨牌 不过孙策倒是 还平均给牌的 木马马给忠尧 对吧 手牌马给江维 这打的不对的 这应该就无脑给 无脑给忠尧了 你知道吧 真的是无脑给忠尧了 我靠 你这不挑衅的 这不是浪费自己的桃吗 有必要这么打吗 这莫名其妙啊 这还不如挑衅佐词呢 好 佐词死了 对吧 浪费一个桃 那肯定自己吃桃了呀 主攻 你自己吃掉桃子 不要让佐词流离主攻 那你就可以不管主攻了 对吧 接下来打忠尧 不过这 不过这觉醒孙策 是不太好打 但是形势所迫啊 都是反对逼的 谁叫反对太强了 九杀是没错的啊 因为孙策万一有桃 万一有桃就不好办了 这个冰凉寸断 续一下也可以 万一被话筒拆对吧 万一被话筒拆 话筒我估计还是会拆的 不拆白不拆 对吧 凭什么不拆你 哎呀 陶被拆了 还被话筒砍了一刀 这他妈就很怠惰了 那就不要留着这个话筒了 早点收了话筒算了 这没有杀 没有杀就难受了 这个要打无限的 这个要打无限的 你不打无限 这张杀就拍到你头上了 而且万一孙策断杀 万一孙策断杀 话筒就不会再搞你了 就帮你一起打孙策了 所以说刚才要打无限的 你不要因为话筒前面打过你 就不管这话筒了 我跟你说 人与人之间都是 这个都是互相利用的 你知道吧 你进我一池 我进你一仗 你无用的时候 我得把你收掉 横竖都是如此 那现在没机会了呀 我估计还是一把输掉的 来闪电啦 这孙策不会还断杀吧 两轮断杀 然后呢 也控不了底 但是有个乐 这中闪电就神座了 我的不是吧 正好挑挑酒啊 这也不是排队底 控不了底的 最后靠狗屎一般的运气获胜 怎么说呢 虽然主视角运气是不错 但是呢 也不能否认主视角 这么艰难的获得胜利的这个事实 我觉得主视角还是可以夸一两句的 虽然中途也有打得臭的地方 这局如果你让我评价的话 我重点想评价几个反贼 黄盖 华佗 前面华佗是可以击杀降维的 他拆掉这个草花加一码 就击杀降维了 你知道吧 也没有 他去拆了个降 他去把那个什么重要的闪给拆掉了 也不知道在干嘛 后期的话 这个姜维狗屎运真的有点好 孙策两轮断 两轮断杀 两轮断杀 然后三张牌挑衅 唯一一张酒被挑掉了 剩下两张是闪吧 对刚刚看过了是闪 然后 然后这个 孙策重乐重闪电 死掉了 这真是神 这是神作中的战斗机 我也是懒得吐槽了 我看下一局 当然这孙策 也有 孙策断杀是断杀 但是他那个顺手 轻价打的不对 他顺手轻价顺把刀 根本就没用的 不如续报对吧 当然虽然对结果也没啥影响 俩逃 祝融 祝融其实不相反 周瑜实在是太相反了 还给牌了 那就拆周瑜吧 反正周瑜最相反 祝融其实不相反 你要说祝融什么 强行收南蛮入侵打死 诸葛亮什么的 这怎么可能吧 对吧 反贼压根就不愿意 开南蛮入侵的 不是吧 这祝融真的是反 孙策箱是中 但是这种二号为孙策箱中 也是被打的 很容易死的 这南蛮入侵 强行开南蛮入侵 旧不旧呢 因为蔡文静能出两张决斗的 倒是挺慷慨的 我也没办法 毕竟是自己的忠臣 对吧 哪怕他再烂 那也是忠臣 总归能救救一下 哎呦 厉害了 能收掉吗 屎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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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是吧 这佐茨就这么死了 哎 这佐茨回后来挂洛英 早知道还不是挂个酒师呢 对吧 当然他挂酒师 他也永远回不来了 怎么办 这祝融身上 南蛮入侵你怎么解决 强行拿了个酒回来 要被拼点的 这其实怎么关都 怎么关都危险 怎么关 怎么关都难 感觉只能留一闪一闪 因为祝融好像会强开南蛮的 这个 这真的是陷中又闲 还要 还要过周瑜这关 哇 运气不错 不过周瑜大概率是黄骗 倒是真的 因为没人砍过他 这元素还是个内阶 这元素记牌的 灵闪 挺好 前面这个赵云也不知道在干嘛 怎么连了个松上香 我也不吐槽了 来闪电了 闪电都不拿 这为什么不把闪电 这为什么不把闪电拿了呢 你这拿未知牌 万一卡两杀不是傻逼了吗 对吧 就拿就拿 飞未知牌 哇 死了 哎呦 我的妈呀 这元素也是好心 当然我也不能说好心 我只能说元素跟我一样 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 就这个时候主攻控内奸吧 其实挺说不过去的 因为祝容那边威胁更大 就说什么乐不思索 你过拆桥拆元素的 加一码也就算了 你乐不思索总归先乐一下祝容的 结果就被祝容开了个南马入侵 差点死掉了 其实是主攻打的不对的 那这个位置你去杀祝容 乐了元素 这个没问题 你前面去乐元素真的说不过去 这祝容随便摸个什么 运气好点摸个南马 你就死了 还好刚才元素有无限 但元素呢 还是还是在认真打牌的 这样的内奸我还是很欣赏的 不杀祝容了 想想用祝容牵制元素 这个想法倒是也没错 但是呢 很难牵制 真的很难牵制 因为祝容肯定还是杀你的 你横数都是杀你 这个桃要拿的 然后兵卡 然后那个无限可击卡手里了 强行兵元素 是要控元素的 也不敢往死里控了 因为现在满血了 血多了 血高了之后 血高了之后 你把内奸逼急了 内奸会反过来控你的 其实 其实这个时候呢 要拿闪 要拿闪 然后续爆 续爆决斗 要这样打 而不是什么去强行续爆元素 因为没有拿闪 所以说决斗拿手里会被祝容抽走 所以说被迫只能 只能把决斗打掉 然后呢 打祝容的话就怕元素爆发 对吧 结果打成一个不伦不类的 把内奸的仇恨 吸引到自己身上的一个局面 当然内奸前面也就警告一下主攻 也没动真格的 所以说主攻 表面上看来是在努力控阻内反 其实思路不对 正确的思路是 首先防止祝容砍 所以说要多留闪 其次要续爆 血线高了之后续爆 一波 一波把内奸控死 索性一波把内奸控死 或者 在内奸状态不好的时候 收祝容人头什么的 这边祝容也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 竟然挂闪电 不过我们是不能批祝容的 要利用这个祝容 要利用这个祝容 控元素 我跟你说 主视角 他大方向是对的 但是呢 细节不对 主内反就是很难打的 他可能是想看南蛮入侵 然后利用南蛮入侵来控 来控这个元素 他 他 他那个大方向是对的 小方向不对 现在这个祝容 仿佛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般 这个 有距离也懒得砍 这个 祝个亮了 总算这个元素还比较理智 所以说效果还不错 这个时候元素也不能再打反对了 一定要控主攻 虽然说元素是吊打诸葛亮的 但是前提是元素跟诸葛亮的状态差不多 这种什么裸奔的元素肯定是打不过的 两个闪电了 前面能劈祝容的 一次机会 就是 就是闪电在祝容脑门上的时候关心可以的 但前面劈死祝容肯定输 不能劈死祝容 现在的话 还是 祝容还是死的早了 其实主攻 主攻千方百计的希望可以 多控一下元素 结果元素状态还是越来越好 但是元素中闪电了 元素中闪电了就不好说了 这元素不应该留简易码的 应该留基本牌 留张沙的 这简易码没什么好留的 一张无懈可击 那看元素打不打锦囊了 哎呦 真是险中又险啊 这手打得不错 把九脱底拿顺手 青阳跟另外一张牌 然后过到一张沙 顺了闪 砍死元素了 真是险中又险啊 这局的话呢 元素单挑的时候 拆掉闪电就赢了 对吧 非要去顺手牌 结果自己被闪电批了 傻呗 是不是傻呗 这历史总是这么的相似啊 历史总是无穷无尽的啊 就是如此的相似 你说怎么办 对吧 其实这局应该是 应该是元素的局 可以说这局如果元素赢了 主视角输了 啊 我也会觉得这局非常好看的 因为元素是一个在主视角犯过错误差点被反贼打死的情况下 自己被主攻打得很残还拿无懈格机保主攻然后打进单挑的一个一个元素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内截 一个一个一个想要获胜务力奋斗而且被主攻他被主攻打得很惨很惨的又贴兵又贴乐然后还砍还差还一写一写的时候自己一个无懈格机不保乐去保主攻去保主攻的这样一个内截真的很不容易的 对吧 其实我挺想夸这个元素的结果呢进单挑了满状态了快要赢了顺手牵羊不顺闪电被闪电劈结果被被这个主攻给弄死了 祝融我就不贪了祝融就全场最斗的全场最斗的都不为过了我觉得这个祝融打的啊 这边主攻的话呢他的大方向是对的啊这种主内反你如果先干掉祝融跟元素单挑必输 前面前面他已经有意识的控元素不说最明显的就是祝融这个白痴挂闪电的时候 那个祝格亮三张牌看到一张闪电判定牌他也没有批祝融而是选择让这个闪电流转下去 后来摸到第二张闪电两张闪电一张批祝融一张批元素电定的圣局啊 大方向打的很对主内反是要是要有这样的思路的小方向不对 小方向不对不该乐元素的时候乐元素结果呢被祝融摸个难瞒 如果不是元素有无限当场死掉对吧接下来呢就是明明是可以拿闪拿决斗 续暴闪跟续暴续暴决斗留闪防祝融砍的结果没有拿那张闪把闪拖底了 结果拿那张杀因为因为不出这个决斗要被祝融抽走被迫只能出决斗 又怕把祝融血打残了会被元素收掉祝融那只能打元素结果把元素打极了 自己状态又不好啊结果导致一度导致反内两个人一起打主攻的危险境地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跟你说主内反是一门可以单独拿出来讲的东西啊 每每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主攻不同的反对不同的内奸啊 一万种情况可以讲这个我只能特事特办 我只能每每碰到一次的情况跟你们讲讲这一局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啊 这个也可以无穷无尽的讲你们尽管来投稿啊不同的情况 我跟你们讲解这局的话我主攻只能打个七分内奸倒可以打八分了啊 如果内奸顺了闪电的话就可以打九分了啊真是可惜下一局啊 好这边 哟有个二号位寻优啊厉害了 啪击起牌了 左中右内的意思啊不对这是左内右中啊是吧 太难玩了这什么牌啊哎呦这牌 其实可以开个桃圆意思一下 其实可以开桃圆意思一下 开击 这边这个这个是明的跳反的啊 调戏了一下这个主攻 马超弃牌了看看不练尸了 不练尸也是中 那马超肯定反了 又在托管装逼了啊我是不会信的 接下来巡游可以开始考虑开万剑了 因为这马超没闪 哦至于手牌多的时候至于天头计啊 手牌少的时候至于是真牛 哎呦 那强犯马超吗 哎怎么没给牌啊 这个给了张闪电 不知道啊 可能是为了跳一下自己身份 不是反贼 让主攻放心翻人 所以给的目光 那么嘛这猪只跑了 哎 为什么不开万剑呢 这个要开万剑呢 因为翻牌翻的牌 翻牌翻出来的牌越来越多了 这摸杀的概率比摸闪高 你知道吧 而且你是要初杀的 你只有南蛮入侵 就是你想想看 我南蛮入侵用杀防 我闪 我杀用闪防 那你是不是大大的调动了 他们用牌的这个效率啊 你就应该不停的开万剑 不停的开万剑 这样的话他们的杀就变成废牌 杀变成废牌的话就卡在手里 卡截命 而且还能收 对吧 这么下去要输了呀 必须开万剑 怎么又开那门 这马超是手上都是陶 这赵鱼忍不住了 陶多怎么办呢 还得翻 还得翻 还得翻这个马超 四张牌 看着就吓人 但只要打成功了就牛逼了 决斗 其实这陈群没什么好打的 我觉得还是要打寻狱啊 不敢打 不敢打这寻狱 但其实这寻狱没有杀的呀 哪来杀呢 没有杀的呀这寻狱 但这寻狱可能有闪 因为没有清过 因为没有清过 万剑齐发没有清过闪 完了 这寻狱出来了 你看这让你不打万剑齐发 打万剑齐发 寻狱说不定就真的死掉了 不脸师选的目标也不对 这种没有牌的陈群 咸于一个 哇 最后一个逃 牛逼 诶 这怎么能开万剑呢 完了 本来反得赢的牌 这万剑一开要输掉了 我跟你说 你看看这给不几张 六牌一血啊 这真的是 不开这个万剑齐发 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是要赢的 就就放着这不练师不管 砍死寻忧 对吧 草皮就不可能有这六张牌 没这六张牌 收上全是闪的草皮 有屁用啊 过拆掉藤甲 诶 你没刷到拆家一个人吗 这什么意思啊 我靠这么傻吗 然后呢 再一张过拆拆藤甲 诶 不是有南蛮入侵吗 咋 然后再把南蛮入侵 开掉是吧 强行装成南蛮入侵 是收寻一收来的 这两手打的实在是太臭了 然后还乱丢杀 你有冠师府 要什么杖拔 就全流杀了呀 要什么白衣狮子 你说 你说要什么白衣狮子 这肯定留杀呀 就死 这时候就没杀了 这牌丢的他没杀了 然后你说 因为没杀了 所以我留杖八 全流杀不就写了 要什么杖八 肯定冠师府比较重要 是吧 现在要被两个人一起打了 神摸一个火功 还好来了个杀 连弩没有用的 连弩没有用的 反正就赵云靠那个冠师府 一点点磨 倒是都红杀 其实呢 这个八卦 就这个过拆桥 应该留一下 怎么说呢 就是 的确后面有可能摸不到红杀 只有黑杀了 到时候再拆盾 如果要是一直摸 如果要是一直摸红杀 你会发现 你这个 这个这个前面那个 仁王盾白拆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前面没有摸一拆一顺呢 对吧 你把赵云的手牌顺过来 发现是张红杀 对吧 你会 然后你就会 然后你会发现 你还有一张牌没拆 然后呢 你 你肯定是拆他手牌了 你不会拆他仁王盾的 你就白拆了嘛 对吧 最终还是赢了 其实这种强行 就是 强行翻面 然后靠寻忧不练师两个人 撸牌打输出的思路 其实是很好的 其实反对最后输 还是输在 跟前面那种大翻面 然后 情商有很大关系 但是呢 中间有 有那个波澜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寻忧不好 我们一个个分析啊 慢慢分析 寻忧 第一次开南蛮入侵 可以理解 第一次嘛 后面两次 他全开南蛮入侵 就不对了 对吧 为什么不练师的九杀 没打中寻忧 因为寻忧的闪 从来没有人亲过 对吧 你 万年七八 两次开出去 寻忧哪来闪啊 被一刀九杀砍死 那七张牌全是草皮的 是不是直接赢啊 然后 既然寻忧选择了南蛮入侵 那么有 那么有选择南蛮入侵的打法 你不练师看到 七张牌的寻忧 跟两张牌的成群 不练师选择 选择什么 决斗打成群 然后开南蛮入侵 对吧 前面南蛮入侵 寻忧已经没有逃了呀 没有杀了 哪里有杀 肯定是打死寻忧比较重要 对吧 还是你打寻忧 你把成群打死 不解决问题的 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寻忧 寻忧活下来了 然后呢 他 杀草皮到草皮翻了不练师 没问题 对吧 你去翻好了 接下来只要看死寻忧就赢了 然后他爬 开了个半截七发 不练师给草皮补了六张牌 两张装备 一点血 然后反的就绷在那个回合了 草皮那个时候脑子脑子一热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两张过河拆条 拆了一个藤甲 一个加一马 拆寻忧的 拆寻忧的藤甲跟加一马 然后愣是 愣是用沙把寻忧砍死了 寻忧两个南蛮入侵 一个都没吃 这都是 这都是特别低级的错误 我觉得不应该在我这里讲的 好吧 这个只能持批评了 不可能有表扬了 再见了 看下一句 还马马虎虎吧 如果能够被反的强行推的话 但二号位是中 二号位是中就很危险了 其实没什么好无懈可击的 你两桃在手还怕曹丕吗 你两桃在手 你怕什么曹丕啊 你巴不得说曹丕发动白面呢 他翻心采 让他翻 对吧 他翻心采 自然还有后置位的中内收拾他 他翻你 你不是发动白面了吗 对吧 那么有观众问了 什么是白面呢 这个白面这个技能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是孙策做主攻的时候 独有的一个技能 就是 当场上有曹丕反贼的时候 孙策可以把他的武将牌翻面 然后从牌队里摸一张牌 然后令曹丕失去一点体力 这个就是孙策做主攻的时候 独有的主攻技 白面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主攻技能 以后遇到了 我慢慢跟你们讲 这个 这个 这个曹丁要 那啥的呀 要四敌你的呀 你肯定丢黑呀 怎么能丢红呢 傻逼了吧 你看这 黑 很 摆明了 这么大个白狮子在这里 肯定留桃圆的 他四敌丢白狮子 以为自己美滋滋 结果啪开个桃圆结尾 就傻逼了 对吧 这刘峰是个死太监 不救了 救不起来了 留着宝 留着宝 留鞋了 这留鞋在干嘛 这 这不能因为草生有那个技能 就不摸牌的吧 这横竖也得摸吧 这九杀 这故意的吧 不知道 是不是留鞋不知道技能 以为孙策丢了一大把牌是傻逼 然后 然后留鞋发动了技能 你是傻逼 然后不是 留鞋发动了技能 我是傻逼 这技能有两种 一个是你是傻逼 一个是我是傻逼 这曹真的私底 这不是私底的呀 是你是傻逼 然后留鞋就发动技能 我是傻逼 然后就棋牌就走掉了 那这 孙策错 错在 不是错在丢一堆黑牌 是他把桃园杰逼 给丢掉了 因为 曹真摆明的是要 丢白一狮子私底你的 对吧 这个世界上技能太多了 白面是孙策特有的技能 只有你是傻逼 跟我是傻逼 这两个技能 是可以 是谁都有可能释放的 这个技能很厉害的 是谁都有可能放的 但是白面这个技能呢 只有孙策能放 必须是场上有曹毕反贼的时候 啊 孙策把他的武将牌翻面 从牌队里摸一张牌 然后令曹毕失去点体力 啊 这才是白面 知道吗 嗯 也不是不能打 因为刘峰还是挺厉害的 这神加一啊 另外还有闪电的 对吧 说不定就把曹毕给劈了 又有又有又有加 又有神 这个神加一的 四敌这个技能 其实真厉害起来 也蛮厉害的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这曹毕舍不得他的加一马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舍不得的 这你这加一马 一秒钟就没了呀 哎 这个刘峰竟然不把加一马 给撸掉 哎你傻吧 你不把加一马撸掉吗 就白 就 被白砍了一刀 当然曹毕中闪电死了 你不撸掉他加一马 曹毕肯定四敌你 你逃也吃不起来 杀对吧 而且你没地方出杀 然后没地方出杀 就被曹毕反砍一刀 你还不能出伞 我靠真敢啊 当然了 他可能是因为曹毕没距离嘛 曹毕没距离 你俩桃 但大桥还是有可能贴方片的呀 竟然没有 也懒得管这个刘峰啊 这个桃还是吃掉比较好 因为大桥有勒布斯鼠的 酒啥 坑主攻啊 坑坑反对主攻啊 曹毕怂掉了 这曹毕吃酒干什么 不让刘峰腻酒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 非常刚谋 就想想腻掉我的酒门都没有 这桃要吃掉的 不用想着说什么 什么什么 戏超风了 内奸都这个样子了 内奸不可能来打你的 内奸横竖现在都是往死里打反贼的 反贼也横竖都是往死里打内奸的 你就不用留桃了 但是他没距离还是会打你的呀 对吧 他没距离肯定打你呀 让你吃乐了怎么办 吃乐了留一张逃过 随后被曹毕一刀砍死了 这剪一码挂的也不好 刘峰是有可能逆剪一的 因为他没东西腻了 有东西腻他腻反对 没东西腻就腻你了 对吧 当然刘峰你不忍我不义啊 你先把我剪一腻了 那我等下也留理由砍你了 杀掉 这曹毕在作死吧 你 你你把刘峰 你把刘峰打残了 你准备跟孙策单挑吗 这你拿什么跟孙策打 哎这留闪的 这留个屁的红纱呀 思路又不对了 现在就是不要去打曹毕 不要打曹毕 留闪防御 你这没闪不是被两刀砍死了吗 哎 你没闪 不是 这曹毕啥都不用干 就摸两张杀 第一回合一张杀 第二回合一张杀 你是不是死了 当然他没这好命对吧 没这狗运 但是不是只要两张杀 你就死啊 哎 鹰魂呢 这曹毕手里暗牌啊 不是名牌 曹毕前面 五五峰拿得上方片的 这张 这张是暗的 好吧 他大概觉得说曹毕如果有酒的话 应该是会酒杀的 所以说曹毕那张不是酒 所以说就可以装个逼啊 不鹰魂 对吧 其实那张是暗牌 万一 万一曹毕的就是个傻子 他就没吃那个酒呢 算了 本来其实挺想 其实这孙策挺不容易的啊 这两个忠臣 对吧 尤其是这个刘邪啊 坑成这个样子 我到现在也不理解 刘邪到底是什么意思 才没有天命 很像很像 我没有办法揣摩啊 我只是猜测一下 很像是因为孙策丢了一堆牌 尤其是那张黑桃顺手 他觉得主公没有顺那个乐 主公特别傻逼 然后他就不想玩了 然后就就 然后就自己去死了 而不是因为有有那个 那个曹真也能天命啊 很像是刘邪就觉得 孙策是傻逼 然后就就跑 就跑掉了 其实挺苦的 这个孙策 一个人坚持到最后 还赢下来了 但是中间打的 真的有点不太好 我这个人就事论事 对吧 你值得夸奖的地方 我是要夸奖的 那你打错的地方 我是一定要说的 不然我做这个节目干嘛呢 对吧 我又不是出来误人子弟的 我又不是出来说 哎呀主视角赢了 哎呀主视角真牛逼 陆迅四十四杀 举兽连赌四十四杀 春歌连赌四十四杀 就特别牛逼啊 我跟你说 在我这儿 在我这儿 投陆迅举兽 跟那个张春华视角的 几乎就没有不被我骂的 全都打的一塌糊涂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估计是 估计是以前跟某些 特别喜欢做这种人 视角的人学的吧 反正打的 真的是特别的臭 下一句 哎呦 说春歌春歌就到啊 不过不是主视角 王毅 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 不敢报 因为 报了的话没有闪 有可能被 有可能被砍死了 而且报个春歌 收益比较低啊 就 春歌的话打为官的 主视角西命 我觉得可以接受 如果是孙权的话 他不报 我就要说他了 春歌的话 不报就不报了 我觉得没问题 就 打牌没有定数的 哎呦 这什么东西啊 政军是什么 哦 余境的 新余境的 我看一下 准备阶段 这个技能我见过的 反正就是可以 可以拆那个手牌 跟体力之不一样的人的牌 改恩国了 拆 顺手牵牙 起牌了 藤甲都不装啊 为什么 周泰都不装藤甲 仿佛他已经知道 诸葛亮不是反似的 不过诸葛亮好像真不是反 突然间就爆了 这 这爆的我真的是 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这竟然爆个五五风灯啊 也是刚 大概是发现 大概是发现反贼比较强 然后 周泽里有个诸葛亮 就就就爆了 他们现在目标都在大乔身上 这个赵云竟然不把方片给大乔 这 这是 这是国色大乔 诶 这什么 诶 这个赵云仿佛知道大乔会离线一般 那主视角哭了 这大乔离线了 这大乔回来 回来以后托管了 其实这个就有问题 前面是离线 现在变托管了 你不能自暴自弃的呀 本来掉线就是你的错 又不是你队友的错 你好不容易连回来了 还要强行托管坑队友 开始救了 那赶紧回来吧 这种人就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首先离线就是你自己的错 你回来之后 人家队友也没有放弃 你还救你 你还要强行托管 本来可以 本来这个流利一下就不会死了 对吧 又不一定死的 这种人就真的是讨厌了 洗不动了 再见 这蔡文基死了没有 没死 借刀杀人 为什么不借 这为什么不借 哎呀爆呀 真的是 做机制的配音也是好的呀 哇 这诸葛亮有逃不救啊 这么过分 难道诸葛亮是个死太监 顺木马宝 宝参文基 这你敢给佐词啊 我怎么觉得 佐词也有可能是内奸呢 我的天哪 这诸葛亮 这诸葛亮被顺逃的事情 好像只有我知道吧 这佐词 那佐词 果然不是好人啊 我是佐词 我就砍周胎 这肯定要砍周胎 这周胎很烦的 我跟你说 蔡文基死 蔡文基死了之后 这几个反对 有的你苦了 什么借赵云 周胎 王毅 哪个人头 你都别想收到 这一包包的好啊 没有第二男嘛 哪个人头都别想收到 肯定先把周胎砍残的 你怎么打周胎 只要不打死 他还是打蔡文基的 这内奸没有必要 故意挑对的 你木马不传出去 就已经是内奸了 反对不会理你的 这都不去打周胎 这佐词 我跟你说 等一下蔡文基死了 他有的苦了 反对到时候 肯定懂他 因为这诸葛亮 难搞 万箭齐包 怎么在周胎的 怎么在周胎 秋桃的时候放的 这肯定自己 秋桃的时候放的呀 哎呀 我吃不消了 白死了 本来还能帮 诸葛亮挡一刀的 对吧 这赵云 喝了孔闷酒 本来好歹能挡一刀 皮哈基白拆啊 白拆 因为拆装备拍 是可以白拆的 还是选择打王毅了 诸葛亮也死了 死了之后就 左辞了呀 你看现在周胎的状态 那么好 你就懒得打周胎 你想打王毅 王毅也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呀 前面能杀周胎的时候 不杀 所以说会玩内金的人 太少了 运气不错啊 这个这个其实给出去 给到赵云手里比较好 或者给到周胎手里 就是放在你的手里吧 没收益 给放在赵云手里 赵云就能够崖脚一次 对吧 反正左辞说不定还是打你 打其他人嘛 逃在谁手里都一样 不打你的话 你下回合就要丢屋屑了 正好 正好 正好拆了两个装备 人牛逼啊 但是可以报的 拆到手牌就能报 春哥可以不用管啊 让春哥 让春哥 让春哥去啊 等王毅砍春哥的时候 再 再那啥就行 你看被迫吃桃了 其实不想吃桃的 但是不吃桃就要丢屋屑 所以说上回合就该把桃子给出去的 春哥竟然如此之咸鱼 太咸鱼了 春哥 为何春哥如此之咸鱼啊 继续阵军 哎呀 可惜了 桃子被赵云丢掉了 这怎么就很尴尬了呀 五中生有五中生有五中生有两五中生有 回合外鬼才砍死他 砍死他呀的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就弄死他 对就是他 弄死他 砍他 你看这个周泽就是不死 左思自己倒快要死了 你说是左思先死还是周泰先死 我不是吧 这有酒吗 就不要鬼才了 反馈呀 要是没有酒的话 可能是鬼才好一点 好歹能改个八卦 你有酒肯定要反馈的 我一表说我压根就没闪 你骗不了我 变反馈了 结果这个左思还死在周泰前面 暴死就神座了 没死 这周泰还真敢 其实周泰不太好给自己暴 他给队友暴可以 给队友暴的话 死掉了队友也能抹两张牌 对吧 还是死了 但是的确是气数已尽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周泰先走 大家给队友暴是不亏的 给队友暴你死了队友也能抹两张 对吧 这局有的好磨了 先把左思弄死吧 应该没了 终于没了 这为什么要刮闪电 左思死了 为什么要刮闪电 就磨死春华 这春华又不是觉醒春华 黑道六 丢掉 为什么要刮闪电 这被闪电批死就神座了 这不是二打一吗 对吧 王毅把陶给到赵云手里去 给五谷也行 反正就什么时候赵云回满血了就赢了 渣 汉室复兴 我是看不到了 然后要开始 然后问题来了 春哥跟王毅单挑 谁厉害 我跟你们说 没有觉醒的春哥被王毅吊打 但是觉醒的春哥就能吊打王毅了 这王毅不会玩 有可能他对报跟春哥对报报死 但是春哥太闲鱼了呀 春哥要想做梁家妇女 你就放他一条深路嘛 你有藤甲 你有藤甲 每回合靠秘技 每回合靠秘技来拉排插 靠真猎来防防那个防止被拆藤甲 等等木马 春哥不是被吊打吗 我要没记错的话 百科奖男第122期 也不知道第121期 有一次有一个那个 四血春哥跟那个觉醒姜维单挑 觉醒姜维 就一直养着满血春哥 然后找到木马 然后吊打春哥 也是吊打春哥 但是比那个男的多 他打了三副牌 打了大概70多分钟才赢的 那句非常经典 可以载入史册的 那句能载入史册 是因为姜维要想赢四血春哥 那要难很多很多 姜维可没有王毅那么厉害 这王毅打春哥 真的是闭着眼睛打的呀 这春哥把桃吃满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输了 他一点一面都没有 真的是一丁点一面都没有 这春哥就是被吊打的 你只要等木马就行了 你有藤甲在身上 这春哥横数都赢不了你的 我们可以加速了 这春哥就是被吊打的 这主视角好像想通了 不再杀春哥了 顾和拆桥也没有续报的价值的 手上多虚点闪 而不是续报什么顾和拆桥 这种废牌 顾和拆桥直接打掉了 多虚闪 对吧 现在的话还是有点虚 被春哥摸个决斗的话 还是要输的 然后有桃了的时候就不要 不要吃桃了 有桃的时候把桃留手里多过牌 因为你有嘉宜有藤甲 有嘉宜有藤甲春哥 一张牌抱不掉你 就摸两张牌 他打不死你的 等到春哥有简易了 再把桃吃掉 就可以了 无懈可忌也没有续报价值的 因为你不会被拆藤甲 不会被拆嘉宜 所以说五中生有直接拍掉春哥了 五五丰登就直接拍掉春哥了 这主射角思路还是不对 这跟姜维打张春华不一样 姜维打张春华是显中又显 一定要打的思路非常清晰 这王一打张春华 你失误再多也是一面比春哥大的 你看这主射角其实失误茫茫多 失误真的茫茫多 你看这么无限这种东西 在他手里全部都烂掉了 都浪费掉了 你看这个该打无限不打 结果把桃子浪费掉了 然后呢 觉得自己快死了 忍不住去打春哥了 这就不会玩呀 对吧 事实上春哥打什么警囊 全部拍无限 桃子留着炸 不要给春哥打血 不要让他觉醒 这肯定赢的 你只要让春哥掉一血 你就有可能会输 但是春哥是比主视角 还要不会玩 还要不会玩 这春哥比主视角 不会玩的多的多的多 主视角是有点急 基本思路还是有的 基本思路还是有的 就知道是要慢慢跟主 慢慢跟主攻磨 不能打击 只有的时候他忍不住了 另外就是无限跟桃的关系 他没有搞清楚 但是现在 现在这主攻又把桃吃掉了 那他没机会了 我跟你说 又把桃吃掉 真的没机会了 真的这主攻是完全不会玩 现在主攻只有闪电能赢 闪电拆掉就行 寒冰剑来了 寒冰剑来了 进度可以加快 好了 木马来了 主攻可以投降了 我跟你们说 这王毅就是吊打春哥 就是吊着打 春哥前面凉血的时候 不吃桃 是可以跟王毅一战的 你知道吧 就是王毅被迫 只能跟春哥打对报 那你跟春哥打对报 春哥是四血的 你王毅三血的 你跟春哥打对报吗 肯定是春哥 春哥优势呀 对吧 那春哥写一吃满 什么这只神装一装 寒冰剑拆不掉的 藤甲拆不掉的 木马拆不掉的 春哥拿头打 对吧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王毅是 一定赢的 春哥是一定输的 闪电都没用了 主视角可以虚报过拆 当然这副牌的闪电没了 那下副牌还有可能输闪电的 所以说过拆有虚报的价值的 不能乱 然后呢 有了木马之后 更加没有吃桃价值了 就应该把桃放木马里 然后呢美慧哥摸两张牌 加快节奏 不要浪费时间 你看被人又拿闪电了吧 这还不打无懈可击 如果没 你看最后 最后无懈可击的时候 最后拆闪电的时候 把无懈可击打掉了 那你前面无懈可击 春哥不要让春哥拿闪电 现在的这张拆 是不是可以干别的事情了 对吧 这打的真的 真的有点蠢 打的不太好 但是赢还是赢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大剧观跟细节哪个更重要呢 有时候是大剧观更重要 有时候是细节更重要 什么时候细节更重要 一两张牌决定胜负的时候 细节更重要 什么时候大剧观更重要 就是 王毅跟春哥 两个人的单挑 都掉了血 春哥厉害 都没掉血 都没掉血 王毅厉害 王毅掉了血 春哥 春哥没掉血 王毅百分之一万赢 你只要知道这一点 那么 你哪怕打错一两手 你也是大 你也是大概率赢的 对吧 这种时候就大剧观比细节重要 那要成为一个绝世高手的话 那大剧观跟细节 必须都达到S级才行 这个主视角呢 只能说 细节是一塌糊涂 就前面指出过很多了 我因为加速了嘛 如果不加速的话 他跟春哥单挑到二十 的这个二十分钟里面的 这大概 大概那个 三十多个回合 我可以给 他三十多个回合 我可以指出三十个错误 就是 春哥跟王毅两个人加起来 平均每一轮 两个人加起来犯一个错误 两个人 两个人动了六十次 大概犯了三十个错误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个指出来 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因为有些错误很低级 有些错误是重复的错误 多讲没意思 但大局观上就是 你春哥只要把桃吃满 我王毅调过去 你春哥已经输了 跟你说声再见 这局的评价 跟上一次 我在百坑讲坛第一百二十一 也不知道一百二十二期里面 那个江维单挑春哥 是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那个江维单挑春哥 是真的险中又险 险中又险 一个没有觉醒的江维 跟一个满血春哥 慢慢慢慢打 慢慢慢慢打 打了一个钟头 最后拿到木马 木马还被拆掉 翻车过一次 第二次拿到木马 然后往木马里放无限 放拆顺 让春哥这辈子也摸不到拆顺 然后赢了 打了三拳 三副牌 打了一个钟头 那才是我百坑讲坛 播到现在为止 最神的一次 单挑春哥主攻的 这一局 这一局主视角 只是因为王毅厉害 春哥打不过王毅 仅此而已 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我跟你说 打春哥就这么个思路 你们如果连主攻春哥 都单挑不过 就说明你三国沙 根本就不在及格线上 你根本就不会玩三国沙 你就是摸什么 打什么 乱打的 乱打吗 谁不会 你叫个小婴儿 在这打也行 乱点击一下 对吧 气牌他总会会气的 过了 下一局 那不远 就在第121 也不知道122期 那一期在优酷里面 叫做 我专门标注了 叫做那个 结尾有 有压轴大戏 其实也没多久 一个月之前的 反正这边是个照相 我倒是 难得有人投稿照相给我 可以 好好欣赏一下 是不是传说中的什么 八血梦霍之类的 估计是 估计是八血梦霍 但这是个佐茨主攻 佐茨主攻跟八血梦霍单挑吗 厉害了 我的哥 这个佐茨 这佐茨杯哥挺厉害的 其实对佐茨来说 判方骗跟判红桃最好了 就是你能摸牌的 我下回合换 你知道吧 我下回合换 这个刀其实拿过来挺蛋疼的 这寒冰镜又没用 你又寒不到佐茨 你要这把刀干嘛呢 上啊闪 踩寒冰镜 九杀留一张牌过 诶 诶你这个 你这江维你 你是不是活在梦里啊 Alito Orange啊 这你想觉醒啊 你出 我跟你说江维你出了托管 你已经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干了 你托吧 这个嘛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服了 挂个连弩托管 你是可以托管了呀 现在就趁现在打这个江维 就往死里揍这个江维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这个勒挺厉害的 这村上将为了捞江维 强行睡了一下 其实也亏了牌了 就打这个江维 哎呦 判方骗可以不托管了 厉害了啊 这佐词啊 幸亏判了方骗啊 不判方骗这江维 已经是个死人了 还敢出杀啊 人家一逼 本来不出杀 说不定就翻不掉了 还敢出杀啊 还想觉醒 你绝啊 你倒是绝啊 死了死了死了 判了个草花 那保护了一下贾许 是个内奸啊 这 这不能乱杀的呀 这给贾许摸牌 要出事的 完了 出大事了 这个有点尴尬 强行杀孙让香 但孙让香还有杀 哎呦 这张做什么牌啊 哎 这太可怜了 完了 关于张宝死了没有 没死 卡了张顺 也是可怜 这个贾许 卡了张顺 我靠 洪顺卡手里 这真是太倒霉了 砍死他 那我怎么觉得 这个主视角 一辈子就这一点 没影标记了呀 哪还有第二点 上哪找第二点 没影标记呀 前面有过一个 强行变 强行变流风了 是吧 战绝了 可以可以啊 这流风倒是一个 两血跟四血 区别不大的武将了 可以的 好 把孙让人弄死了 有机会 哎 这个 强行把关于张包收掉了 那你还是打不过呀 吴中生有 其实 其实 这样打不太好 应该假许拿吴中 让佐词拿闪 佐词就放 就就背歌 不是背歌 那个就放权给贾许 回合外背歌 这样的话 贾许每回合摸四张牌 就让贾许跟这个流程磨一会儿 你只要把他这样打 你自己动没意思的 胆手 那拆手牌 这个要拆手牌的呀 你 你拆手牌 然后 你不拆手牌 不拆手牌 他有续报的可能性的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不会被两个战军弄死了吧 让你不拆手牌 死掉了 我的天 厉害厉害 这个 这照相倒是 这一句照相倒是挺厉害的 他不是什么 什么什么八雪梦霍 这种剧本剧啊 他真的就是 关键时候变了一个 变了一个 变了个刘峰 不是刘峰 这刘成 变了个刘成 这刘成厉害了 然后佐词 佐词自己不好呀 佐词就 佐词就不应该自己动 他就 假许也是的 假许非要把吴忠让给佐词 那佐词只能自己动了 这两个人都有问题 就 假许就摸吴忠 然后自己动 然后 佐词嘛 就放权给加许 这样的话 可以过更多的牌 这总归是个过拍的游戏 然后有 有 有胆手就 要拆刘峰手牌 他中乐的牌 你怎么能不拆呢 当然 刘成最后裸摸 难玩入侵 什么的 那也没办法了 然后佐词在知道流程 有战绝的情况下 应该要流沙的 也没流沙 最后自己活活吧